被指在325华教抗议大会上 挥拳击中副教育部长 魏家乡脸颊的黄衣男子李希旦 近日前往家营警局报案 他强调自己没有打魏家乡 同时挑战魏家乡一起到吉隆坡 千世爷庙砍鸡头以表清白 他说 砍鸡头的热气时间由魏家乡决定 他将随时奉陪 若魏家乡不敢前往 就表示魏家乡不是人 没有资格做副教育部长 针对黄衣男子前往报案 魏家乡强调 他从未说过是谁碰触过他的脸部 包括李希旦是否有碰触到他的脸部 他也表示将把事情告诉警方 交由他们处理 至于李希旦挑战他砍鸡头以示清白 魏家乡说 砍鸡头并不符合科学与宗教 网上近日广传428举行竞选盟3.0大集会的消息 不过竞选盟主席拿到阿美加强调 一切还在观望中 阿美加表示下一届大选已不远 他个人对举行干净的选举没有太大的信心 毕竟改革之路漫长 不可能一处而就 他也强调不会加入任何政党 而是继续于非政府组织的身份 要求政府确保选举是公平及干净的 人力资源部部长苏巴马连披露 大马与缅甸预计将签署谅解备忘录 引进缅甸劳工包括女佣 他补充 除了缅甸女佣 我国还可以引进印度 斯里兰卡 菲律宾女佣 此外 妇女部部长沙利扎指出 该部正在探讨培训本地女佣 并已指示妇女部秘书长 拿都努禄埃洛 于近期内展开实验性计划 他说 我们不能一直依赖外国女佣 我们必须培训本地女佣 我们一直在监视现在的情况 若这个问题无法获得解决 很多妇女将会选择留在家里 而不是出外工作 大选即将来临有机可循 国正已率先在哥达巴鲁市内 设立行动室 一些行动室的租约还延至今年6月 看来 第13届全国大选若在5月或6月的可能性 似乎相当有根据 位于哥达巴鲁市 阿达斯邦古鲁的国阵行动室 两周前就张贯了国阵旗帜 原本浅青色的铁门也一律去上国阵的招牌蓝色 国阵阿达斯邦古鲁票选区主席主任 拿丁书记纳伊斯哈透露 这个票选区既热起为选民服务 直至大选投票结束 农业部建议政府提供低息贷款给愿意以合理价格购买卸销燕窩的公司 以拯救燕窩业 让业子在等候中国恢复进口之前得以轻调存货 农业及农机工业部长拿督斯里若奥马指出 业子都向银行贷款养燕 因此在烟窩价格跌至谷底的情况下 政府再不揭露拯救 整个行业或将崩溃 他透露 但是农业银行已为养燕业者提供1亿零级的贷款 一旦烟窩业崩溃 这笔贷款货无法收回影响甚大 大马烟窩商联合会总会署理会长称 烟窩进口中国问题有望在4月中全面解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